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兔狼的頻道 我是兔兔狼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 怎麼那麼可愛啊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 你即將要去做第二次的試管 大概在2025年初的時候 就要在非美國做第二次試管 那第二次試管呢 還是在美國 原因當然也和沒辦法在台灣做試管有關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台灣人工政治法規的現況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的頻道 來了很多新的追蹤的人 可能沒有那麼了解我們過去的情況這樣子 兩個女生組成一個同性婚姻的家庭這樣子 也因為剛剛提到的法規問題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在台灣去做人工生殖 我們得離開台灣去做人工生殖 所以恭喜就是我們去美國做的試管有關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其他的 比如說日本或者是東南亞的國家 看個人選擇 還是可以跟大家快速帶過一下 恭喜怎麼樣來到我們家的這樣子 結婚兩年後吧 開始組織試管的療程 台灣能做的是取卵是沒有問題的 取卵動卵沒有問題 不能做精卵結合跟植入 取完卵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就是在你要做的海外當地取卵 或者是像我們那時候遇到疫情 我們其實沒得選 疫情非常非常的嚴峻的情況下 各國其實是非常嚴格限制出入境的 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在台灣取卵 然後直接運送到美國 因為我們已經決定要去美國了 就是這樣做 運送過去之後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整個流程都變得很長 在等待卵子送到美國的 聖人機構的這段期間 我們還可以選擇金子 就是可以在這個時間裡面去選金子 對就是做其他的事情 因為卵子到了 然後你金子也ready了 差不多剛剛好時間 他們就可以去做金卵結合 因為金子也是在美國加州那邊 當地的 所以他比較不那麼繁瑣 他很快就送到了 所以反而其實最後都在等我們的卵子 我們有一支影片講這個買金子的事情 一個人的份量是1000美金 然後因為我們是兩個人買同一個爸爸 所以是2000美金 金卵都送到實驗室之後呢 他們就會安排金卵的結合 結合好之後呢 就是看囊胚的發展程度 如果你有做PGS檢測 他還可以幫你篩選出哪一些是 染色體異常的部分 染色體異常很高機率是留不住這個小孩的 PGS檢測也是蠻推薦大家的 那基本上你不會選染色體問題的 對對對 因為那個是自然會淘汰掉的 黑胎都準備好了 出發美國前 美國那邊會有要求 有一些項目的檢查 在台灣做完 報告傳過去 那沒有什麼問題 你人就到了美國 大概是在經期前 一個月要通知他們 並且開始吃避孕藥 要調經期的 大概在經期的三抽後要抵達美國 就會開始檢查 然後進行一系列療程 大概一個月的針 口服藥 就可以植入了 植入完之後再繼續打針跟吃藥 最後一段時間基本上就可以 準備迎接新生命 我覺得這一整個流程下來 其實因為我們要做第二次 多少都會對第一次想做來個檢討好了 我也不是刻意要檢討 但就是有一些不是很順暢的地方 可以改建的地方 第一個想要第一點就是 我認同可以多玩一些時間 難得有機會可以去美國這個地方 Long Stay這麼久 大概久一點點 偷一點時間讓自己在那邊玩 我覺得這很好 上一次去的時候是 我一到當地就立刻進入了療程的階段 一到美國的隔天馬上就去機構檢查 領藥開始直接療程 這個療程大約是一個月 也就是說我一到美國就開始這療程 所以就是開始這一個月的療程 打針 然後療程做完之後就是直接植入 一定要植入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惜 其實應該是要再提早一點點到 可能提早個再兩週 是你徹底沒有顧慮的去玩 如果你只是為了植入而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就不用管旅行的事情 那如果說像我們一樣就是都難得去 而我要旅行 旅行可以往前安排 這樣講可能有點誤會 但是在療程的進行過程中 其實是完全不影響的 那兔兔會講得這麼可惜 是因為他玩得不夠 他在植入後他一直以為 幫自己留了一些時間 那個是我要去去玩的 可是其實身體不允許 因為你懷孕了 我不是說你孩子容易掉 或是什麼的問題不是 是因為 因為懷孕之後心情很不好 植入不等於懷孕嗎 10天到14天左右可以 確認是不是有生殖床懷孕嗎 因為兩週的時間內 你好像沒有太大的影響 反而是確定懷孕之後 開始劇烈很容易 你懂嗎 那這樣就會影響很大 例如說前兩週 你會想說啊 我還是不要太激烈的活動 但其實我還是原本的我 反而就是開始進入兩週 可能問了 喔 驗到孕之後 孕吐啊什麼都來了 那時候心情就差了 我跟萬歲都好害怕 那時候就是那個時候 我跟萬歲超害怕 每天都很不開心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很厭世 是真的很厭世的那一種 真的很厭世的 因為我是一個購物 可以讓我開心的人 然後那一段時間 我就是什麼都不想買 這些都是身外之物 有什麼好買的 整個人生好悲傷喔 就好像你所有事情 都直接看到結果 然後就什麼事情 都沒有任何慾望 但是你現在是要吃最深的耶 對 跟這樣 我好像吃過最好吃的香蕉 小當家的音樂就是在背後響起 你扇子全部打開美 那香蕉超綠 她跟我說很好吃 超愛 反正就是如果你有安排旅遊的話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再把旅遊時間往前排 美國機構是建議 至少在美國待四到六週 當然你可以跟他調整 真的沒辦法請那麼長的假 你可以跟他討論說 是不是在台灣可以用替代用藥 然後以及定期的檢查 超音波檢查 發給美國那邊去做一個對接 能不能縮短待在美國的時間 這個就是每個人和 學生機構可以討論的地方 我覺得試管最好就是可以挑 算時間 寶寶的星座 恭喜是沒有挑 恭喜純粹是一個 我們現在剛好有一個工作上的空檔 我們就趕快用這個空檔 趕快去懷孕吧 植入的時間 其實就會馬上出現 預產期 他是植入之後 然後再跟你說 預產期是什麼時候 我們想說 我們怎麼從來沒有想過 所以第二次我們就 學會了 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好好安排一下 數學題 生理機構可以幫你算 你只要跟他說 我想生什麼星座寶寶 他就說幾月到幾月要植入 就是這樣 那你再搭配你前 兩個月的驚喜時間 去跟生理機構溝通 基本上可以順利完成 只要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算了一下 OK那我要 2025年的年初的時候 去植入這樣子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鈴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好所以現在我們要討論一下 我們第二胎要怎麼樣方式進行 討論到其實就是 基本上跟第一胎的進行方式是一樣的 就是要回推 因為現在台灣的人工生殖法 正在討論修法嘛 即便突然臨時通過即刻生效 我們都不會在台灣做 這個在運輸的過程啊 其實都會有損耗 像我們那時候卵子出去的時候 真的是用傻的 美國的關卡就少一半 少一半 能夠可植入胚胎 其實數量都變得非常少 就算今天台灣的人工生殖法規 已經修正了 我們都還是會在美國 甚至說未來可能 你想要生三胎四胎 只要你還想再生 我們凍在那裡的胚胎 我們都會再去美國 現在的法規就是說 已婚的一伏一期 才能在台灣進行試管嬰兒 單身女性 或是像我們這樣七七家庭 完全沒有辦法在台灣做試管 那這樣其實蠻可惜 因為台灣的試管技術 其實排名全球第二 第一美國嘛 第二就是台灣 如果修正的話 讓單身女性或七七家庭 可以做試管的話 我覺得會差蠻多的 除了運輸這種不必要的費用之外 還有生活成本 去到了美國之後 你美國那邊要吃煮 台灣這邊房租或房貸 你也不可能說你的東西 就都丟掉了 那我這兩個月不住 我就不繳租金 哇東西還是放你家啊 不可能這樣子啊 對啊 所以你就是兩邊要付啊 而且你去美國要是你 因為像我們是住五國的同學家 他都有一些儲具什麼的 可以使用 都可以用 如果說你住飯店 然後外面吃 沒有辦法開火 就是外面吃 超貴欸 為什麼要一直講同學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 你就讓我講 好 再來就是還有一點是 還有一些假期的問題 因為像我其實是 就是為了生恭喜的話 我是直接做了辭職 因為我其實要整個在國外 至少要六週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也很怕 我自己心裡有壓力 然後也不想造成別人的麻煩 所以我是辭職這樣子 就我覺得海外室館真的蠻辛苦 如果你要長時間這樣待 當然你也可以即時往返 Naked Travel 就是很貴 如果你是選美國機票就很貴 那選日本近一點吧 可想而知 如果你是在台灣 就可以做人工生職的話 其實真的非常方便 只有重要的幾天 你需要請假 例如說動燃那一天 例如說植入的那一天 或是植入的隔天 一些比較重要的日子 需要請整天的假 甚至你算好 如果連續假期 你連假都不用請 只要醫院那邊OK 剛好跨到連假 你或許連假都不用請 以及你可以一邊工作 一邊等待 那些檢驗結果 其實我覺得都 成本會比較低 也不一定一定要辭職啊 工作上就真的比較好安排 那現在在爭取修法部分 除了放寬試管條件 讓單身女性 以及七七家庭 可以做試管 自己懷孕 條件放寬之外 因為還有代孕的議題 滿敏感的 涉及到育母的權益的部分嘛 那個資格審核 以及就是要做的延調 更複雜繁鎖 申請代孕的資格 什麼樣的人可以去使用這個 不管是人工生殖 或者是代孕 我覺得他的宗旨 就是為了要保障 有小孩的權益 我覺得這是他最大的宗旨 以及如果你自己有子宮 可以有使用你子宮的權利這樣 委託代孕的資格是 包括如果是異性夫妻的話 妻子是沒有子宮的 女同志伴侶雙方 兩個都沒有子宮 或者是子宮先天性異常 免疫疾病等原因無法懷孕 或者是因為懷孕或生產 有嚴重危機 生命安全的時候 或者以及就是 受數的配偶雙方都要是男性 就是男同志伴侶 才有資格申請代孕 所以就是說如果 單身女性有子宮的話 就是要自己生 是沒有資格申請代孕的 如果你是一個單身女性 你沒有子宮 你也不行申請代孕的 他第一是要保障家庭 不論你是任何形式的家庭 只要你這個家庭裡 沒有一個健康的子宮 可以讓你們有小孩的話 代孕比較偏走家庭路線 然後再去配套的 單身女性就是 除非你自己要生 那現在就是修法的部分是這 但如果你是單身女性 然後你自己子宮不行的話 其實也不在這個裡面 這個就不是我們要討論的 說明一下現況 因為現在也還在演你 最後修正出來的版本 以及通過版本會是怎樣 你知道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你覺得為什麼要放寬 單身女性可以自己生小孩 小孩跟婚姻 本來就是兩件事情 如果你是為了小孩才結婚的話 那可能婚姻不快樂 也就會影響到小孩不快樂 因為很喜歡這個人 你想跟他共結家庭 到最後面 有共識有小孩 我覺得那個是很OK的 其實有些人就是 很喜歡小孩 覺得自己的能力 絕對可以把小孩養得非常好 像葉海洋那樣 但是他同時又不想要 婚姻責任 不想處理婚姻這一塊 只想要全心全心對待小孩 愛這個小孩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有放寬的必要啊 很多人會討論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自己生 然後不能去收養那些 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嗎 這也是可以的 是2023年5月的時候才合法 恭喜已經在肚子裡 再三個月就要審出來了 欸 對 其實收養小孩 條件跟審核是非常嚴苛的 像我們辦理寄清收養 恭喜是跟土土有些人關係 我辦理寄清收養 快的話都還要四個月 我們真的流程走超快的 聽其他家長分享 他們走一年 還沒走好 或是差不多一年才開始辦好 那這種共同收養只會是一年起跳的 寄清收養的那個流程就會知道說 台灣法律是非常看重小孩的福祉與權益的 所以他一定會非常嚴格的審核 雙人資格 去哪裡做寺館 美國 啊我看那個社工坊是說 你們未來要生第一個小孩是嗎 你們要交換生是不是 確認他說對不對就對了 其實主要就是在跟大家說 我們已經差不多準備要出國做寺館 但是在這個思考的過程中 法律也是不斷的在有可能性的調整 也update給大家聽 現在這個時空下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真的每個時空發生不一樣的事情 從在準備公洗的事情的時候是遇到COVID 又有遇到中間可能修法 或者是可以同性家庭收養 這是法律一直在做調整 那在我們現在這個時空下討論這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很多情況是你不會用到的時候 你沒有要用到的時候 你其實不太了解這個法律的細節 像之前很多人就怕我說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自己生啊不能收養嗎 然後一對同性家庭真的是遇苦無累 就還真的不行 現在法律雖然在修 可是因為我們的計畫已經進行到一半了 所以我們還是會持續進行我們的計畫 目前不會因為法律的調整而有所調整 受精卵其實已經ready在那裡了 就把它完成 還有一個是 我那時候取的卵是年輕的卵 我現在在取完我的卵子的品質 不會比我年輕的時候還要好 選品質最好的 然後你把它運回來更貴還會有損耗 我們也計畫要帶恭喜來一趟美國之旅 有種種的因素 我覺得不會有變動可能 即便修法 當然希望法律的變動如果可以幫助到 其他更多需要的人的話 那也是很好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很可惜 因為畢竟台灣的醫療技術是真的很厲害的 好啦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就分享 想說掰掰 拜拜